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改变处于我 我要更有力量了 所以我们以为去掉我们内在的某些部分 剩下的就是好的 但是我们想改变自己讨厌的状态 用一种紧绷的神经肌肉锁起崩溃的状态 想把这个我不喜欢的部分从我的身体去除掉 却紧紧的把它锁伤了 所以也就是说改变一个问题的努力 让问题成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这个努力成为了问题的本身 所以一旦我们把这样一种觉察 带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 当我感受到了一个受伤的地方 脆弱的地方在身体里被激活了 这个时候非常重要一点是 我们给到这一个存在一个家 给他一个空间 邀请他坐下来 喝一杯茶 和他一起聊聊天 了解他 当我们给他一个空间 给到他一个家的时候 给他一个安身之地的时候 他就不会四处流窜 往外逃射指责抱怨其他的人 或者往内压抑变成碎片 在那个地方 当我们给他一个家的时候 这一个存在 就可以整合疗愈 去向于改变 所以 以其抗拒 不如流动 以其改变自己 不如欢迎自己